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沿途都为高海拔地区 如果不选对住宿点 很可能发生高远反应 从而影响旅程 从成都出发去川藏县自驾游 途中尽量不要在礼堂和道成 这些高海拔地方住宿 极其容易发生高返 会非常难受 可能出现呼吸不畅 恶心 呕吐 头痛等症状 不仅影响睡眠质量 更会耽误第二天的行车安全 下面就是老驴为大家分享的川藏县自驾游住宿点及其形成详情 欢迎大家参考 第一天 成都到雅江390千米 住宿 雅江第二天 雅江到芒康400千米 住宿 芒康第三天 芒康到八宿350千米 住宿 八宿第四天 八宿燃屋米堆冰川玻蜜 210千米 住宿 玻蜜第五天 玻蜜到卢朗 到临支210千米 住宿 临支第六天 临支雅鲁藏 布大峡谷米林380千米 住宿 米林第七天 米林到山南380千米 住宿 山南第八天 山南阳卓雍错拉萨 260千米 住宿 拉萨第九天 拉萨一日游 住宿 拉萨更多关于川藏县住宿点和行程安排 欢迎咨询小编 为你详细解答 以上就是相关内容 和小蚂蚁户外一道去西藏 拼车 自驾 包车 租车 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轻松畅游